请说出您的诉求 我诉求就是我妻子去世了 我要讨回我妻子应有的权利 妻子去世是哪一年 2015年12月18号 家里有几个孩子 两个 我儿子18 女儿9岁 其实妈妈走的时候儿子才15岁 15岁 我姑娘6岁 都是看着这个小的看着可怜 其实不论是那个大孩子还是那小孩子 我们说不管多大了 妹妈都是苦孩子 妻子是生病了吗 妻子就心急更 就一夜之间都没了 很突然 很突然 我在到边住 我媳妇跟那个闺女在家 我妈在那地屋住 回来早上 这我妈都喊了 起来给孩子做饭好 送上下我不是 喊不行了 不喊我 我都给弄医院去了 就强救也没治过来 我跟您说 我这个媳妇不是说我话 跟我妈住对屋 我们都一层老房 十七八年 没红过脸 没掰过牙 我妈赶紧上店 就把这饭给做锅 凉了热热了凉 你说到妻子 先生还是 非常难过 我们少人老师 对 我就是从我这个角度 看这位先生 就我不知道观众 能不能看到 就是瞬间眼泪是 对 我们说泪流满面 就是您和自己的妻子 其实感情非常好 他走的那一年他多大 我的妻儿 42没的 他比我大两岁 他以前有过些什么疾病吗 没毛病 他是说身体不好 长期打人吃下 没了咱们不理会 我们俩这些年 从结婚都是杀也没有 都过这些年 跟我外面打拼 我以前补胎来着 我们真是烙烈酒香菜 真哪干 把这个机会换了以后 来我们家这些年 没想过苦 真跟咱们日夜打拼 挺好的家庭 他这一枚 撇下俩孩子 从生活上 从这个家庭条件 都一落前仗了 我还有一个老妈呢 2015年12月18日 妻子突然离世 赵先生的生活 被彻底打乱了 2016年1月22日 就在妻子离世 刚刚一个月后 岳父也因病去世 在这之后 赵先生就陷入了 另一场危机之中 今天来到这儿 刚才说了是想 追回属于妻子的权益 对 是土地补偿款 让我媳妇的姐姐 领走了 霸占了 妻子的土地补偿款 对 那怎么会到姐姐手里呢 从头一年开发 这个地 都是她领走 从 看来不止一次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实际是家里没她的地 都是我丈人的承包户 我丈人承包户里 有我岳父母的 有我媳妇的 三个人的承包地 这个我媳妇分的地 都是96年第二轮承包 拔放的口粮地 这事到底从什么时候 开始发生的 从2011年 开发滑雪场占地 这政府能用 把我岳父 这承包户 这地都占用了 2011年 赵先生岳父所在的村庄 开发滑雪场 被征用的土地农户 每三年都会领取 一定金额的补偿款 那从11年开始 就已经开始 领这个补偿款了吗 对 那那时候是谁领的呢 大姨子 那为什么是她领啊 不是你的岳父岳母 和你的妻子在里头吗 我们丈人身体不好 从发这个补偿款 她都去养老院养老了 在我岳父 执不到的情况下 在我媳妇 执不到的情况下 他们都领去了 这个是每年发 还是什么情况呀 她这个补偿款 是一回发三年的 那她是一领 是领了三个人的吗 我岳父的承包户 就是他们这三个 我们大舅哥那个俩人 她都领去了 我们大舅哥 多少年都是没在家 都一直在外打工 那她这是 一领领了几个人的呀 五个人的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我们都是从一三年吧 才知道 我媳妇跟她姐的药 她姐说买楼 需要钱先使 想借我们的钱 那时候她承认是她临走的 她承认 那妻子不是说 她借的吗 打借条了吗 没打借条呗 我这个媳妇都是说老实厚的 都是这么的 人特别踏实的 她特别老实 所以姐姐说用了 她也就回来告诉了 你人家 对 她没有那么多心眼 她来我们家生活有18年 跟我妈住队屋 老房队屋 没生过气 没红过脸 也没掰过牙 妻子的母亲 早在2001年就已经去世 2011年开始 土地补偿时 这块地上 还有父亲和妻子两人 而2015年和2016年 妻子和她父亲相继去世 那这之后的土地补偿款 又到了哪里呢 属于妻子的那一份 究竟是多少呢 那这之后又发补偿款了吗 到2016年 发了每件是2723元 奉管单仅上面写着了 按96年分地人口 这个韩瑟是我们预付 这个韩果栋是我大舅哥 你看后边领款这不就是 对 韩书居嘛 有签名有手印 对 再下一张我们来看看 这是13年 您看这个上面我圈着呢 坟地人口 这是坟地人口 这是韩字 三个人 三个人 下一个 这不是韩字 这是韩书居吗 22248吗 对 这还是补偿款 再下一张 这是16年 您看上面的标题 第六对 96年坟地人口 这后边写着 每人2723元 这是2016年11月发放的 我岳父是2016年1月22号去世的 您看这韩字 这是三个人 三个 这个韩国栋是两个人 五个人的 五个人 您再来下一张 这个更清楚 看到了 这两张表示一码事 明白 还有一张 好 您看啊 这16年韩字 人都去都去世了 现在是韩国栋 韩国栋以前是两个人 是吧 现在是五个人 谁领走了 这后队有名 那我想问一下 你不是说都去世了吗 但是他发 还是按五个人发的 对吧 您看上面 96年坟地人口 明白 还住着呢 你看这 96年坟地人口 明白 还住着呢 好 请坐啊 所以目前看到了 领了五六笔 有 这个也是啊 这个也是 对吧 你看这是 你是96年坟地人口 我们看到了 他还能96年坟地人口 名下一层多人 对 现在总共领了几次 合计多少钱啊 六七笔了 总共连地上户付着款 是经我媳妇 韩书江自己的份额 都是四万多 这还不连岳父 不连岳母 或是你那个刚才说 家里的亲戚 对吧 我那大舅哥 大舅哥不是也有他的份额在吗 有他份额也让他们领走了 大舅哥追究过这事吗 大舅哥现在下路不明 出去打工多少年都没有阴线 找不着人啊 就是啊 所以现在你是主张自己的这部分权益 还是包括三个人名 就岳父户下的这三个人 还是光是自己妻子的 这是两个 第一个是我喜欢自己的份额 第二是说 我喜欢能分得我岳父岳母的遗产份额 这是两个诉求 那我想问一下先生啊 就是妻子走了之后 有没有去跟这个大姨子去要过 我要过 等我喜爱一死了 他都不那么说了 他说这事 你说不上 都说你没有权利说 我说 为什么没权利啊 这家庭里有你妹子的地 没有你的地 你把这款领走了 不要求别的 你把你这个妹子这个补偿款给我们 让我孤养俩孩子过日的人 现在要了几次 这个大姨子态度是都不给 不给 但是不给还是觉得以后用钱还还 就是不给 好消息 东饼夏至 高珍堂中医感恩回馈 即日起 针对沈阳市区人群 每天赠送价值228元三七粉五十份 高珍堂三七粉 精选到底药材 为350目以上的超细粉 溶解性高 吸收率是普通三七超细粉的三倍以上 品质高 良效好 只要您患有冠心病 心脚痛 心肌梗死 高血压 脑供血不足 动脉周样硬化 脑出息 脑梗死等心脑血管疾病 或者出现心肌 胸闷 胸痛 气肚 喘息 头痛 头晕 肢体麻木等临床表现 即可参与报名 免费领取 报名电话 400-1044-789 400-1044-789 400-1044-789 支线沈阳市区的 前50名打击电话者 东阳红木家具直销会 砍掉层层代理 价格直降到底 400多种 3000多款各式红木家具 清仓聚会 等于来选 现场选货 现场验货 卸货现体 奖一发时 东阳红木家具直销会 妻子不幸病故 权益却被拿走 那为什么是他领 法庭上百万狡辩呗 几份领款单能否还原真相 对于这上面签字的真实性是否认可 他用这门狡辩是口头授权还是书面授权 取权益却取完的钱以后 以后去哪了 2018年5月赵先生起诉大姨子的官司以证据不足驳回诉讼请求这一判决结果而告终 赵先生无法理解 这个土地补偿费 正常的话 应该是一次性给的 你又说我一次性给几十万 不是 分期给 为什么要分期给 他这是一回给三年 三年给一回 如果十二年头给的话 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拿我承包的这个土地 我经营权 然后入股 或者说我包给你 相当于类似给我的租金 到底属于哪一种 你搞清楚 就是第三方 前头一种和后头一种 法律上截然不同 就是第三方给这个地主租金 到底是出租 入股 还是征收 就是出租 那我问你一下 您见没见过村委会和所谓的第三方 就是这个滑雪场签订过的这个协议 没有 从来没见过 没有 我们所谓的第三方这个滑雪场 占有使用这个 你们所谓的这个土地的时候 您妻子在不在世 在世 岳父在不在世 在世 岳母在不在世 岳母不在世 而且从签订 从占有使用完以后 每年的费用 第三方都是如期支付的 对吗 对 而且现在第三方的占有使用 仍然在继续 是吗 对 那到今天为止 您岳父 还有您妻子 还有您岳母 生前啊 他们所承包的这块土地 有没有被村委会 没有 没有 确定没有 韩国洞 是什么时间走私的 从2001年以后 都失去联系了 就失去联系了 但我看你那个证明是05年啊 他就是说一直在外打工 那是有点联系 等我岳母 等我岳母 2001年去世 回来 把这个丧事 发送完了 她又走了 从此 都没有淫信了 就没有淫信 是指跟您这边没有联系 还是跟所有的亲属 都没有联系了 她跟我媳妇有联系来着 联系这随后 正是联系一年 带我媳妇王胡仪打电话 都不通了 都是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她 是生是死 在哪儿谁也不知道 那这些年有没有去报过警 说这个人下落不明了 把我们找一找 我跟他去过 您去过 什么时候啊 那就好几年之前了 是到派出所去报案了 还是打电话呀 都打电话说这事 打110 对 报的警 当时警察怎么说呀 有没有警察来找您啊 没有 没有好办法 就说像你这个情况 没有好办法 没有好办法 最后我就在 网上这个寻人启事里 我现在也给他登 过半年呢 或者过那么俩月 我就给登一次 报警的时间 还记得是哪年吗 报警呢 也得二三年之前了吧 那我再问一下 您所说啊 说这个土地补偿款里面 有您妻子的份额 取得了所在村落的承包地 并与其父 其母 共同为 同一承包户 是啊 也就是说 这个承包地 首先表述是由您妻子 取得的 然后 然后他再认定了 是跟父母属于同一承包户 这个事实 有没有跟这个土地补偿款 领取的表格 关联起来 法院有没有把这两件事情 进行一个关联的核查 对我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那有没有跟村委会去查明说 你明明已经查明了这个土地 是这三个人共同承包的 包括您练那表上也有 一个人口户籍的一个变动 对不对 从三户变成了两户 对 那么为什么偏偏在认定 土地补偿款的时候 变成了一个人民 有没有跟村委会去核实这事儿 村委会怎么解答 是我是 法院 没有 他没去 村委会就这个事儿 有没有进行过说明 村委会没出听 那在您跟村委会的沟通当中 村委会认为这个土地啊 我指的这个承包这个土地 是三个人这户的 还是韩泽自己的 三个人一户啊 我问的是村委会的认为 不是您的认为 是我上了村委会去的 村委会怎么答复的 村委会说的 他说你媳妇这抓肯定是有地 肯定是有地 肯定是有地 我说你有地都得有补偿款啊 他说你媳妇没了 这个款 你都是到汉火冬名下 那我再问一下 刚才在您提供的资料当中 我看到有这么一个说明啊 这个说明呢 是写的当时补偿的标准啊 是每亩八百元 您知道这个情况吗 知道 这是当时的这个一个补偿的标准 那补偿标准吗 那补偿标准 这么多年一直是按这个 来执行的吗 一直按这个 但是这玉米贵了 它还可以还多给 粮食要是涨价了 这样也涨价 粮食落价了不低 这个标准 您指的是第三方 给大家进行土地补偿的时候 其实标准是八百元每亩 但是结合这个土地上的种植物 它可能随行就是会有上下不够 对对对对 所以每年给的这个金额是会变动的 对 在我刚才看的表格当中啊 有一个土地补偿款的一个领取的表格 对 上面写着呢 这个您岳父的名字韩某哈 对 它的金额是两万一千六百元 支领人签字呢是韩某局 这个签字和这份文件 你们在原来的诉讼当中提交过吗 出现过吗 出现过 这法院调取来的 调取来以后 你们双方对于这上面签字的真实性是否认可 那认可了 都认可 一开始 这个他说不是他领的 最开始他说不是他领的 后来调取完以后 他说是经由您岳父授权 然后他去带领的 是这么理解吧 他又这么狡辩 我问一下在一审和二审的过程当中 他所谓的授权是什么授权 是口头授权还是书面授权 他说是口头 那么法院有没有查明这个事儿 他没查呀 那我再问一下 那事后他把这个钱领到以后 因为我看到在二审判决里面 有一个查明的事实 写明了是 他把这个存单 就是您的这个姐姐 妻子的姐姐 妻子 他把存单里面的钱取出来了 对 取完了以后呢 法院查明的情况是 取完的钱以后去哪了 他没查呀 没查明是吗 没查就 是没查还是没查明 没查 那就是说这笔钱取出来以后 是给了岳父了 还是自己花了 不知道 不知道 谁也没有办法去证明 对了 那我再问一下 还有一张土地补偿款的表格 这里面列明了您岳父和韩国某 那对 他的这个土地补偿款的金额 他的支领人都是您的 姐姐 都是您妻子的姐姐 对 我问一下 这张表格在审判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提交 提交了 提交了 那么姐姐怎么解释韩国某 就是这个兄弟的这个签字 为什么也是由他来指领的 他说的也是委托吗 我没提这事 就说要我写这份额吗 可是老家呢啥 这个事您没提 对方也没提 对 对 那这个签 实际上是不是也被他拿走了 就是拿走了 他这个签一笔都没落过 岳母 妻子 岳父 相继去世 大舅哥又杳无音讯 这笔补偿款究竟该归谁 北方嗨购寻味辽宁 本期推荐铁岭针子 铁岭素有中国针子之都的美称 这里种植的野生针子无污染 无风害 采摘的针子经过自然晾晒 使用最原始传统的方式炒至40分钟左右出锅 然后经过水漏出来的针子更加香脆 一拍就开 北方嗨购联合国内四家电视台 每周只推荐一款好产品 现在下单马上快递到家 扫描二维码或者微信搜索 北方嗨购 直接购买吧 所有人都听好了 要想日子过得好 生活潇洒没烦恼 赶快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以后再遇到烦心事 感人事 闹心事 高兴事 这都不是事 大海热线通通帮你解决好吗 但是记住哦 得先加入大海热线会员才行 打开手机微信 扫描二维码 按住识别 授权登录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立马就能得到 姓名整形责付的现金红包 最高额的88元 转发的朋友 还能天天抄红包 每天加入消费美权 法律服务 热线福利购 9块900 所有 这好事儿 上哪儿照菜 记住 就藏这个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热线会员带人好 日子潇洒 美云烦恼 赶紧早晚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带 北方嗨购寻味辽宁 本期推荐铁岭帧子 铁岭素有中国帧子之都的美称 这里种植的野生帧子 无污染无风害 采摘的帧子经过自然晾晒 使用最原始传统的方式 炒至40分钟左右出锅 然后经过水漏出来的帧子 更加香脆 一拍就开 北方嗨购联合国内四家电视台 每周只推荐一款好产品 现在下单马上快递到家 扫描二维码 或者微信搜索北方嗨购 直接购买吧 发掘更好的产品 寻找更好的原产地 记者实地体验调查 只为更好 北方嗨购 说身边案例您法理情理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律师提议环节 首先在一二审判决当中有一句话 关键我不知道您看没看 或者理解不理解 他有一句话是 经过您的这种举证制证 还有法院的调查审理 无法确认您的妻子享受土地补偿款的份额 我来跟您解释一下 二审法院的认为 一共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指咱们所谓的 就是去世之前 那么它有一部分款项 再有一个是去世以后 两部分 我们先说它在世的情况 二审法院 关于刚才我说到的那句话 代表着您现在经过量身审判 没有任何一个文件 或者一个裁判文书 认定您的妻子享受土地补偿款的份额 就是没有确定您妻子 对于这个款项享受权利 如果你应该享受的话 存在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享有地能不能证明你就享有钱 你要去完善中间的环节 第二即使你想有钱 你想有多少钱 所以这一块也需要你去完善 再有一个问题 这个钱即使确认你妻子有 应该享受好 钱进了谁的账户 经过二审和一审查明 钱进到了岳父的账户 这个概念是什么 钱进去了 如果岳父生钱就瞒着你们 就给花了 你现在去找这个姐姐和姐夫要 要不着 这是岳父花了 你说那他花了怎么还给我 那看岳父有没有遗产 岳父如果压根就没有遗产还不上 你这钱要不回来了 如果有遗产 你先从遗产当中把它欠你的钱 还回来剩余的部分进行分配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我的结论是这案子可以打 需要另案打 而且能打赢 不需要对不当得利的案子申请在审 你只需要打稀产继承纠纷 把所有人都告了他 然后通过调取的证据查明白 这些财产在谁的手里 你的妻子应该得多少份额 无论对方花了还是拿走了 还是在谁手里 只要是那个领取人被他领取了 法院都会判决 让这个领取人来给付 除非他举证说这个钱又给了别人 那么别人和他承担连带的给付责任 我说的够清楚吧 这里头任何人没有权利把你的钱给花了 老人也没有权利单独花你们的钱作为养老费 这家有点欺负人 对了 你第一个法律上你有这个 必要让我给你支付上养费吗 如果说你经济条件不允许 可以支付上养费 那么也得所有的子女共同承担 你要花三千块钱 我三个子女我最多承担一千 你也不能把三千都花了我的 是 对吗 对 第二个你是否要承担这一千块钱 如果你自己有这个劳动能力 经济收入为什么要让我承担 第三个你给我协商了 我同意了吗 对 你如果认为让我支付赡养费 你另外给我打官司去 让法院判决来了 来给我抵消 这是两个法律关系 这叫讲道理的 好吗 但是我说这些话 咱是要慢慢往下沟通的 你首先要举证 第一要举证证明 地上物也就是承包经营的土地 那么上面有栽种的附属物 果树林木 大的棚子房屋管理用房等等 我这么说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要对此承担举证责任 那么这一部分就推定是你岳父岳母和你妻子 他们三个人共有共同见的 这一块你必须承担举证责任 否则的话你就得败诉 好吗 这是一大块 好 第二大块 现有的证据对你有利的没问题 但是你对这个证据理解有误 你妻子的合法的权益是在哪儿你知道吗 是你妻子的合法权益是截止到她去世前 2015年的12月8号 她活着的时候 这一宗承包的农村的这一块经营权 她是产权权的人之一 对 经营权是物权的一种属于用意物权 可以记得 她的享受人就是你岳父岳母和你的妻子 去世一个人剩下的人享有 去世一个人剩下的强肉 当三个人都去世了 婚礼是有权收回的 听明白了吗 你看我这么给你一解答 就给你同时解答了几个问题 那就是婚礼说 当你岳父去世了 那么这个土地经营权相关的书役都归了 你的大舅哥了 这是违法的 首先这个东西就违法的规定 因为她同时一户的 还有你的妻子 还有她的这个你的岳父岳母三个人 必须三个人都去世了 村里才能重新分配 是吧 只要有一个人活着 村里都没有权利重新分配 因为你的大舅哥 她是单独的一户 你的大舅哥她是单独的一户 听明白了吗 这个很显然不具有合法性 法院就不应该采信的 所以说这里头一定要分清楚 你妻子的合法权益一定是在2015年12月18号她活着的时候才有 我为什么这么跟你说 农村土地承包精权不是遗产 它是按户给的按农户给的 不是按人给的也不是按人头给的 是按户给的明白了吗 嗯 这一户这个增加了人也是这么多地 人去世了也是这么多地 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 所以说一直到他们去世为止 那么你妻子的她的权益 就一直是在在世的时候 她才是她的权利人 她一旦去世她的权益就放弃了 就丧失了 因为她不是遗产 她是村民享受的专属 具有身份性质的专属待遇 这会儿你能理解了吧 但是在此之前的利益是有依据的 为什么在此之前的利益有依据 你打输了呢 第一 所谓的轻描补助 实际上那是征收用的 根本就不是轻描补助 就地上物附属物的补偿费 明白了吗 那一块 那一块你要承担举证责任 必须完善 完善了这一块就能认定 我觉得现在有个问题 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 这个第三个呢 你想征的是什么呢 你想征的是所谓岳父的遗产 征岳父的遗产 你知道 你首先要举证证明 有岳父的份额 这个没问题 肯定能举证出来 吸产的时候就能吸出来 但是吸出来的财产一定要存在 放在那没动 听明白了吗 一旦都花了 不管谁花的 只要这个钱没了 就说明这个遗产不存在了 听明白了吗 你看你多麻烦 你得举证证明这个岳父岳母的财产还得存在 我岳父以前有十万块钱 但是岳父去世的时候 这十万块钱已经没了 你怎么说这十万块钱是遗产呢 现在都是这点补偿款 没有别的家产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跟李律师说的那个 就是他说继承的时候 我为什么告诉你举证责任分配 其实这个举证责任分配 不仅限于你不当努力 包括你在刚才说的这个继承案件当中 你也要去证明 第一要证明老爷子有遗产 法院第一个范围就告诉你 你要去分什么 你说我要分岳父的存款 里面有四万多块钱 法院直接把存单掉了 里面空的 没有 你怎么分 你说那这钱谁取了 你去打银行对账流水 说他取了 取走以后 谁花了 如果人家说 这个钱在这份判决当中 已经查明了是授权 我去取的 回头给了老爷子 他自己花了 跟我没关系 那么继承案件 你也是要有败诉风险的 你把继承案件去处理 这没问题 不矛盾 但是呢 在之前 因为你现在 我们讲再审申诉 你已经去做了 而且这个流程已经启动了 对于你而言 你也没有聘请律师 产生其他的一些额外的成本 都是自己跑跑腿 那这种情况下 可以把这个案件当中 出现的问题提出来 如果能动 当然最好 如果动不了 那么 对于你 再去按照李律师 去打继承案件 不影响 这样子是一定要放在一块打的 原因很简单 首先 稀产的主题是谁呢 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他的爱人健在 那么他爱人一定是原告 父亲母亲 其他兄弟子们一定是被告 那么一定是要稀产 稀产 稀出来哪些是他爱人的 反应一定是这么稀 那么稀出来哪些是他父亲的 那么他父亲的财产如果还在 那就是继承了 如果不在那就不继承了 就像王律所说的 现在呢他一定 只有这么放在一块打才能行 为什么呢 首先 所有的补偿款是放在一起的 他本身和他父母就是一户 没法分开打 第二个 所有的当事人都是一体的 所以说 无论是财产 它是一个整体 当事人也是雷同的 所以说 从便于查明事实上 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人 他一定是同一个案子 你打同一个案子是没问题的 其实今天的录制 让我挺有感受的 今天可能打动我们的 就是一个人的诚实 一个人的真实 所以在今天这位先生的出现 他不仅仅是为自己 也为他的孩子 当妻子突然的离世 可能那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将来面对未来的人生 也能继承一些 关于母亲留下的福责 所以我在想 今天打动我们的 恰恰是这些 而这些它可能代表正义 也可能代表道德 真的希望您 以及您的孩子 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都能获得幸福 栏目律师的法律解答 给赵先生迷茫的法律诉讼之路 指出了方向 希望这个上有老 下有小的中年男子 能尽快地收拾好情绪 重新回到平静的生活当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